你知道是什么让一家人在大山里生活了20年吗 走 我带你们去了解一下 还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冰冰到底是做什么的 其实啊 冰冰就是养林蛙的 已经在这大山里边生活了有20来年了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林蛙 我们养殖的这个林蛙呢 叫东北林蛙 又称雪蛤 然后它为什么叫雪蛤呢 因为它每年要在冬天要在那个河里边 有5到6个月的休眠期 冬眠 所以它又被称为是雪蛤 它属于是药食通源的一种动物啊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北地区 然后外国也有 当然跟我没啥太大关系 我也不上那去养去 林蛙呀 在我们东北 是招待亲朋好友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当然了 这个价值也是不便宜的 然后至于它的药用价值呢 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咱们就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 养林蛙呢 它到底挣不挣钱 答案呢 不一定啊 但是像我这种特别勤快这么能干的人 如果说要再不挣钱的话 那真是天理难容了啊 开个玩笑啊 我家呢 是肯定是挣钱的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也有一些养蛙户呢 它是不挣钱的 那为什么不挣钱呢 具体原因就在它自身找原因吧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如果你的天厂作业条件好 适合养林蛙 你的蛙还养不起来 那你就自己在你自身找原因 至于养林蛙一年到底能挣多少钱 这个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括啊 因为地区不同 然后呢 你蛙场的放养面积不同 自己的经营管理 还有回收价格 因为我们黑龙江 而且呢 它每年比吉林 回收价格 每斤母蛙要便宜2到30块钱 拿我家来打一个比方啊 我家是承包林地面积4000公顷大概 然后呢 每公顷是5块钱 然后每年春天前 喂养蝌蚪的饲料呢 需要5000块钱 秋天前回补买这些各种材料 也需要5000块钱 人工钱呢 就用不着了 我家基本上都是自己家干 完了 还有 剩下的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 然后日常开销了 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费用 然后我家呢 一年年产量 母蛙呢 是2000斤左右 然后咱们按每世纪 平均110块钱 那个网处卖的话 你们自己去算一下 看看一年能卖多少钱啊 然后去了一下我这个成本 你们自己看看能挣多少钱 我感觉呢 在我们农村来讲 这个收入呢 还是挺可观的 我感觉还可以啊 羊蛙 后总结啊 你干啥你都得精心 你都得勤快 你不能每天四仰八叉的 往屋里一躺 静等着天上掉馅饼 就算馅饼掉了也是掉房盖的 是直接掉不到你身上 啥也不是 好了 有喜欢 林瓦养殖技术的啊 这种山区生活的 给我点一个小关注 留个免费的小爱心 然后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三会